所以找對題材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正正印證了雷君先生說的那一句 颱風後尚,豬人能飛 書本是你最佳的旅途夥伴 Hello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西多士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本對做YouTuber很有用的書 就是這一本,參與感,小米後碑營銷內部手冊 是由小米的聯合創始人黎曼強先生所著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好奇,為什麼這本書的封面會畫了一隻 懂得飛的豬呢 其實是試完小米的其中一位創始人雷君先生 曾經說過一句話 颱風口尚,豬人能飛 意思就是假如你是 站正在一個風口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成功 簡單一點來說 大家是需要把握機遇 自自然的就可以成功 其實這句話真的很影響到我成為一個YouTuber 因為我還記得我最開初剛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投稿幾段片其實都是沒什麼人看的 那時候我選擇的題材 是跟我家裏西環有關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歷史方面的小事式 或者是一些人情味比較濃厚的一些小店的拍攝他們的介紹片 但是可能香港人因為可能對香港太過熟悉了 所以對這一方面的題材就沒有太大興趣 自自然也都令到我的影片的收視比較差不引導 可能出完整個星期之後 都仍然只有十幾個人看 而那十幾個人 分分鐘都是我的舊同事 或者是一些親朋好友 但是後來因為我有朋友 跟我說過一句話 他覺得香港沒什麼玩 而知道我曾經經常要上去深圳那裡做事 對深圳比較了解 所以他就鼓勵我把深圳的題材拍成影片 亦都很幸運 順應著在疫情前的一個不上小熱潮 以及疫情後的一個不上大熱潮 我亦都可以在YouTube界上站穩著腳 現在的影片 出了一個星期之後 不再只有十多人看過 而是有可能是幾萬甚至十多萬人看過 所以找對題材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亦都正正印證了雷君先生說的那一句 颱風後上 豬仁臨飛 我這一個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才能不是太高的一隻豬 都居然可以在YouTube界上站穩著腳 所以這句說話 的確是很有用的 另外 除了這句說話之外 黎曼強先生在這本書裡面 亦都多次強調 他們小米的營銷手則 就是要 要打破 他們和 小米粉絲的一個邊界感 他們不會覺得 他們小米是高高在上的 他們的粉絲叫做米粉 米粉並不是 低人一等的 而是他們是想小米和他們的粉絲建立好 一個良性的朋友關係 而這句說話 也是深深影響了我現在作為一個YouTuber 我平時對著觀眾 我都不會說 我是一個 很厲害的YouTuber 而是我是一個很謙虛的 一位影片創作者 我是希望 想多一點跟我的觀眾 去交流 接觸 以及去吸收他們的意見 再次見解釋